大家晚上好 我们开始做直播了 看一下这个时间 接近十点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有谁在线上 这个时候呢 你们应该吃饱了吧 我刚刚吃饱才回来不久 所以就赶快做一个直播 哈喽大家晚上好 ok 看一下哈 这个时间其实蛮好来做直播哈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吃饱了 那么是休息的时间段 那这个时候看看Facebook 看看面子书看看直播 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段 ok 我们就来讲一下吧 因为今天这个直播是做一下子罢了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快速的聊一下 ok 那我们聊一下什么呢 我们聊一下昨天讲的这一个话题吧 昨天我讲的是这个 教大家如何接财神 对吗 嗯 大家晚上好 很多人还在打招呼 ok 昨天我讲的是教大家如何接财神 那么这个话题里面都有很多人也反应了很多很多问题给我 也有人私讯很多问题给我 也有人很多打电话的来问 关于这个接财神的这个这个课题 ok 所以在嗯 这些问题里面就有很多人是问 如果是小朋友 家里有婴儿有小孩的话 是不是也要那么早一起叫起来 叫他冲凉去接财神呢 那我的答案给他们是不需要的 没关系的 ok 未必说是 虽然我是说每一个家庭成员 但是太小的或太老的老人家 之类这样子 我们我们基本上不叫他 ok 所以也有很多例外的这个例子 ok 所以不一定说那个baby 我们也把他吵起来 那小朋友他们要睡觉给他们去睡觉 那我们大人家庭成员 几个兄弟姐妹大人之类这样子的 我们就可以去接财神 ok 除了这个很多呢 还有问的问题 那就是在公寓上的问题吧 所以很多住在公寓的朋友 可能就会很很很质疑 我要在公寓的哪一个地方接财神 那在公寓里面呢 我的建议那就是 你可以选择在balcony 就是阳台的地方 你的balcony 那边摆一张拜台 就在那边接财神 那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财神来的那个方向 是在哪里 所以你应该朝哪一个方向去接 所以拜台可以放在balcony那里 那烧金银子 这个这个 你们一定要下到去楼下 公寓不可以在公寓门口烧的哈 一定要去到楼下 他可以烧金银子 ok 嗯 大家还有什么关于这个接财神的问题呢 关于昨天我们谈的这个课题 看一下 嗯 晚上好 嗯 大家晚上好 ok 嗯 我看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关于到这一些的 那这就是昨天我看到的一些问题啦 大部分是关于到这一些 那我就在想 嗯 其实我的这个直播啦 教大家接财神 其实到最后 我一直在表达 我一直在传达的那个信息 其实是什么呢 你们有抓到那个重点吗 那个精髓 我在讲的 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到最后 我一直在强调 我一直认为 其实最重要的那一个环节就是 我们的态度 所以到最后 教育大家的事 关于到态度 我们的行为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到底是认真到哪一个程度 所以 这个就是态度的问题 所以我在后面的时候 昨天直播后面的时候 后半段的时候 也有讲到这个态度 所以当你态度正确 当你带着这样子的心情去迎接财神 你自然而然你一定会成功的 所以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 其实取决于他的态度 明白他的道理吗 所以到最后我要表达的是 无论你是拜神 无论你是接财神 甚至你是拜自己家里的家神 你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这个心态 这个感觉 就是说你很认真 很虔诚的对待他 所以当你虔诚 他心诚则灵 所以不管你是佛教的 道教的 或者是基督教 天主教其他宗教 所以我们的那个态度 对待自己的信仰的 那个态度 一定要有的 所以你一定要抱着很虔诚 不要抱着 只是 你叫我拜我就点香 我就点香 可是心不在的 只是因为我需要点香 而点香 这样子的态度不行 所以你每一次点香 你都很认真的 真的感觉到 我是在尊敬神明的那种感觉 然后把香好好的插下去 每一次的拜拜 都应该有这样子的 那个态度 那个心态 那个感觉 那自然神都会富有你们 所以不管是什么宗教 你要对你的信仰 保有这样子的一个虔诚的态度 自然就会很好 所以其实我到最后要传达的 就是态度 这个这个关键 OK 所以你们抓到我要传达的意思吗 你们明白 其实借财神真正的用意吗 看一下 老师好 很多人在打招呼 OK OK 很多人在打招呼 大家晚上好 晚上有一点卡线 OK 没关系 我们就照讲 OK 这是昨天 其实要传达的是这一个 那么 整个 借财神的这一个仪式 其实我说 不是迷信 它是 它是一种信仰 是一种相信 到新年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种 这样子的一个信念 我们会相信有财神 我们会相信 财神可以到我家 我们会相信 这样子的话 我会做马跳 我会财运好 所以我们当一个年头 一个新年里面 一个新的一年来临 其实最重要的关键 就在年头 就是我们正月的 这一个时候 所以正月的 这一个月份里面 如果你抱着很 negative thinking 很负面的 很不开心的 什么都不对 看这个不顺眼 看那个不顺眼 会觉得 这样子也不对 那样子也不对 那整年 我告诉你 你年头都有这种想法 到年终 到年尾的时候 你会走没运的 所以年头 其实很重要 在于我们的正确的 一个观念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念要在 所以年头 你拜了财神 你的感觉是 我接了财神 我整年会顺 我整年会财运好 当我们的这个mindset 已经set了 我们会顺利 我们会好 所以整年你都会顺利 都会好的 ok 所以他会跟我们 起着一些变化在里面 那这些是 自我催眠的一种变化来的 不要小看 这一个变化 非常强的 ok 当一个家庭里面 男女主人 或者父母亲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 很强的信念 就像你去开运 去历春开运 开运了过后 你在去到现场 你是抱着那么喜悦的心情 去开运 那你当然也会感染到你的孩子 你的另外一半 你的家人 大家都会觉得 我去开运了 我就会很顺利 我是很喜悦 我很开心的 所以整年里面 你从开始的第一天 春天开始的第一天 历春这一天 你都已经保持着这么正的想法 这么正的信念 那你告诉我 怎么可能你会不顺利呢 所以它就会产生变化 在你的人生 那你就会觉得 觉得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无法通过摆风水来教育你 我们无法通过一些东西来教育你 我觉得最好就是你自己的心态 你的感觉在那边的过后 你做东西就会不一样 所以每一次我一直在教育人家 我一直在帮人家算命 或者帮人家看风水 我要给的是信心 我要给你信心 我要告诉你 你会这样子 会这样子 那接下来你做的东西 你走的东西都会有信念在那里 都会有信心 信心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的信心将影响到你的家人 也影响到你的子女 所以如果父母亲待着 等于我们会不错的 我们的运势应该会很好 我们都是很positive thinking 很正面的思想 当然你的子女也会受感染的 这一定会受影响的 那一家人就不一样 那个气氛那个感觉 所以这样子才可以造就一个美满的生活 所以这个态度和这样子的一个运气 我们所谓的运气 它一定要是在年头 就是在正月新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制造出来 因为年头它是最重要的 一个开年 如果你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一个信念 一个相信你会好 那整年下来 你就会顺顺 就会没死 所以为什么我说 我说开运 你最好就在年头开 你不要等到年中年尾 已经太迟了 OK 所以这就是 我一直在传达 一直在表达 因为这些东西它不能够靠 你摆一样东西你就顺利 你怎么做 调一点风水 你就特别顺利 不行 你需要调整心态 所以调整心态的其中一个方法 那就是开运的方法 因为我需要你自己去 我需要你自己去做 你自己去感应 你自己去相信 才会有效的 明白吗 所以这就是我的用意 所以很用心良苦 OK 希望你们大家能够感受到 所以历程开运的这一天 我在今天 我就今天中午的时间 我就放了一个video上去 那这个就是把当天的活动过程 给记录下来的一个video 所以我放在我的面子书里面 希望你们分享 希望你们喜欢 也希望你们看到那个video 就记起当天的欢乐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活动 也因为有你们 所以这个活动才会这么这么成功 所以今年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历程开运 那明年我们再来一次 OK 明年我们还要再做一次 明年就会有所不一样 所以明年我会再思考一下 怎么开始去做这个历程开运的 这个节目这个活动 OK 我们看一下你们有什么问题 我的声音清楚吧 所以我在拍这个节目 历程开运的这个video的时候 如果拍到你们那就非常非常的好 那你们就在我的镜头里面 你们就在我的这个节目里面 我看到看到你们我都会很开心 所以也希望你们分享 如果你们有再出现在我的这个video里面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看 所以我们明年要呼吁更多的人来参与 我们要把它做得更加壮观一点 OK 那慢慢的把它列入到 新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OK 这是我的希望 好 我们看一下哈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现在有一千多人在线上 现在我做直播我都会发现到 都蛮多人在看 那我相信在看的粉丝们朋友们 你们都是铁粉吧 因为记录很忠诚的这群人一直跟着我 所以非常高兴有你们 OK 啊 今天的工作 嗯 今天有一点不舒服 嗯 磕瘦 可能这几天操劳过度 比较少喝水 那么出水痘也差不多 七七八八我看都好很多了 OK 就是 啊 还有一些吧 还有一些水痘拔硬 看到吗 还有一些水痘拔硬 OK 那水痘拔硬它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基本上我已经好很多了 OK 啊 那么因为靠近新年的期间 OK 陷入不好 因为靠近新年期间 我有很多很多工作 我也需要见很多很多的人 啊 所以会比较操劳一点 那新年我将 我们的店将会在2月14号开始休息 所以2月14号我们的店就会关门 直到正月初 初上还是初四吧 我忘记了 我们会继续营业 但是 啊 因为 OK OK 所以我的那个休息时间我将会放在 放在面子书里面给你们知道 OK 可能你在外地的朋友 你回来信上过年的话 你可以来我的店参观参观一下 那我本身有做一个水晶能量产 那我希望在新年过后 我就开放给大家去参观 但目前还不行啊 目前还在专修 啊 一方面可能我太忙了 所以没有把它 好好的给布置好 所以还有一些东西还在专修中 OK 看一下你们还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呢 OK 所以记得我讲的新的一年来临 就是开年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立春的这个阶段里面 或者是在正月里面 所以我们应该要做好一整年的规划 blend一下自己的 接下来这一整年你要做的事情 那不要小看正月 正月是一个很重要的月份 所以正月里面尽量不要有太多负能量 尽量都是充满C1的 充满这充满这C1 然后还要充满这喜悦 你整年的运势才会不一样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需要自我催眠 自我制造 所以这个就是我一直提倡 一直告诉大家 命运全部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我们能够做的我只是教育 只是告诉你破解的密码 那我告诉你这个破解的密码和方式 其他的要靠你自己了 你一定要努力的去做 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不能够把 可能交一大笔钱给风水师 或交一大笔钱给一个人 叫他帮你去做开运 帮你去加强自己的运势 基本上他做不到的 他只是白白赚你的钱 你明白吗 所以很多时候我会鼓励你 这些东西你要自己做 开运和加强运势的东西 你一定要自己做的 就像水晶这样子 你要待在你自己身上 其实对我来说 带左手带右手 他不会太重要的 没关系的 只要在你自己身上 或者带在胸口 带一个罪子 只要他是在你自己身上 他就跟你产生的 潜移默化的这个功用 什么叫潜移默化 潜移默化就是慢慢的 跟你去感应 不会马上 不会很快的 你需要带一阵子 那去感受一下 你的水晶的能量 所以有时候没事情做 拿着你自己的水晶 在那里冥想 在那里欣赏他 看他的变化 所以我们要去爱我们的东西 这也是讲到底 也是什么呢 态度的问题 对吗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态度 不管你做任何事情 在工作上 在对待拜神 你的宗教上 跟另外一半相处 和做任何事情 你一定要记得态度 永远是站着第一位 attitude非常非常重要 ok 所以当你有了这样子的态度 你会觉得你尊重他 你珍惜他 这一个东西才能够跟你产生作用 共鸣 互动 他才会对你有所影响 那他会跟你产生感情 可能你搞不好 弄不见了你最心爱的水晶 你会很心痛的 所以他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会对我的水晶 特别特别珍惜的 所以你们也要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带水晶特别灵 有些人不会灵 有些人拜神特别灵 特别被保佑 有些人不会被保佑 那肯定是为什么呢 因为态度的问题 所以你怎么对待你的神明 你拜神的时候 拿着神香再来拜天神 就这样 ok 然后插下去 然后什么感觉 什么感应 什么信念 什么相信都没有的话 等于白拜了 我告诉你 所以把你自己 要拜神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讲 提神一下 你要自己提神 你自己 提神一下 然后觉得 我在做重要的事情 我安心的就拜神 基本上我拜神蛮认真的 因为我觉得 我尊重神明 觉得神明有在 他就在我们四周围 那我比较相信的是 三者头上有神明的 这个说法 所以我做的东西 都会有着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一个感觉 所以如果你们 有来过我的办公室 有来过我的office的话 你会看到 其实我自己的桌子上 我自己的office 在我的总行 在我的总行 我自己的桌子上 我的左手边 我的左手边 会放着一尊地藏王菩萨 我会放着一尊地藏王菩萨的 那我会把一尊菩萨放着 不是向着外面 是向着我 我会放着一尊菩萨 然后向着我 那目的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希望 我做的每样东西 菩萨在看着 那我就讲的话 和我的态度 我要对得起良心 我要做到菩萨 你在旁边见证 我在讲的东西 我在给人家算命 或者在拿报告 或者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喜欢菩萨 放在旁边 那看着我在做事情 那当然 我们时刻都会提醒自己 而我们不可以做坏事 我们不可以做 违背道德的事情 我们不可以什么 所以会有一个东西 会觉得 我会觉得很安心 很安全感 所以我会放着一个菩萨在那里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 来到我的办公室 你有机会来看看 来跟我谈 算命也好 谈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在我的总行 我自己的桌子上 我示范这一尊菩萨的 OK 这就是我对我自己的工作的态度 和信念 和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要确保我自己是做到最最正确的 OK 所以每一个人有着不同的态度 所以当我态度正确了 我做什么东西都会被保佑 所以我拜神也会特别灵 那是因为拜神特别灵呢 还是因为我的态度 而影响到我拜神特别灵呢 所以这个东西你们就要去思考 到底是哪一样险 那有些人就讲 好啦我拜神 那你先给我送马票 我才诚心的拜你 所以这样子的态度也不行 所以你先保佑我 有钱我才 我才供奉你 之类这样子 不可以取决于这样子的态度 我们不管什么东西 我们先把自己修正好来 自己的态度改正了过后 我告诉你很自然很自然的 他一定会走好的 所以你要知道你要怎么做 OK 所以这种东西我只能够教育 只能够说 那我不能够逼你去做 因为这种东西逼不来 如果我逼你去做 变成你不诚心 所以不甘不厌这样去做不行的 所以你一定要很诚心的 就是很甘愿的去做 所以你会发现到 拜神都讲态度 做工的态度也会变掉 当你尊重你的宗教 的那个态度有了 这样你慢慢的就会把那种态度 带来在工作上 当你这种态度在工作上 你告诉我 哪一个老板不喜欢你 哪一个客户不喜欢你 怎么可能会不成功呢 在事业上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事业上就有变化 那当这种态度 再来对到去家庭 对到去你的另外一半 你的感情 那再来这种态度 再对到去你的子女 再对到去你的父母 所以你的人生 是不是更完美 所以这个完美的阶段 需要自己去制造 所以不要去埋怨任何的 不公平 不公正 不满 不要去埋怨我们做 我们应该做的态度 然后你做一阵子 你等 你看一下 是不是会有不一样 然后你再分享给我知道 OK OK 其实我一直苦口婆心的 一直告诉你们 这是关键 这是重点 其实这真的是重点 OK 这真的是很有用 很有用的重点 OK 并不是异味的只是摆个 摆个风水物品在那边 那你就很好了 什么都不用做了 那态度不改 那都风水物品摆在那边 会对你产生任何作用吗 不会的 它的作用不大的 一点点 那灵验你改了自己的修正 自己的行为态度 你也不大需要靠这些风水物品 你都会不一样 你都会做得很好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我家 你会看到我家 其实很简单 我不会到处摆好的东西 我只摆几样重要的东西 其他的都在于态度 和都在于信心 和都在于你怎么对待事情 你怎么看待自己家的风水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慢慢学 新年过后 我一样一样把我的想法 我的教育方式 待人处事方式 还有很多很多 当你遇到事情 你要以什么心态 什么态度去面对它 因为它将会影响你 接下来的运势 接下来的人生 所以这个就是我希望 通过我的直播里面 慢慢教育大家 当然我的开始是通过风水 来教育大家 可是到最后 我会慢慢转变那个方向 告诉你风水以外的事情 OK 好不好 所以好不容易 走到今天 大家都能够接受我 所以大家也能够习惯我的方式 习惯我的教育方式 那我们慢慢学习 跟着我的方式 你会觉得慢慢的 你会觉得不一样的 所以人生的提升 都真的只是在于取决自己的态度 OK 所以这个东西学上来 然后你慢慢的去对待家庭 对待工作 对待伙伴 对待每一样东西 你的变化 你就会知道 真的 会不一样的 OK 明白我讲什么吗 可能有点深奥啊 可是它的原理 其实真的好简单 好简单 OK 好的 那么 也讲了好久了哈 大概半个小时有吧 所以今天的直播不要花太长时间 明天还要做工 大家还要做工 明天是星期六 明天是星期六哈 我又做工 我每天都做工 基本上我 只是新年休息那几天 还有去旅行的时间我休息 那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工作上 那工作对我来说 绝对没有压力 绝对没有负担 那是享受的 那是一个过程 我挺享受的 所以你看我对工作的态度不一样 自然的工作也会喜欢我 啊 所以什么东西你要对他态度不一样 他就会喜欢你 OK 好的 今天的直播就讲到这里 那么谢谢你们的收看 也谢谢你们的时间 谢谢你们那么真 忠诚的 每天追看我的直播 OK OK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在线上再见 OK 拜拜